您知道吗? 基隆老年人口列居全国前三 渔村超高龄化是日益严重 政府长照2.0上路 除了经费易住外 渔村银法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照顾呢? 透过我们记者实地走访 基隆四个传统渔村 来感受银法长辈 重拾记忆 学习编织 打击 碰饪 活出健康与自信 现在就一块来看 翻转渔村新生活 感谢观看 准备老师高 身后最连强来走 跟着老师唱啊 跟着老师唱啊 很简单啦 不会打错 不会打错 有 老师说打错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打 老师有说打错没有关系啦 但是 但是大家都打得很整齐啊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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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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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 9 9 6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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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渔慧打造的食农教室 加这班的学员与理事长简建辉 大伙分工合作 盆煮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热腾腾的便当刚打包好 就赶紧送餐去 长者们已经迫不及待 在社区大厅引颈期盼 芹菜鱼才有的 都三行 还有鱼肉肉 好丰富 比我们煮的还好处 它们里面都是属于比较清淡的 然后就是像说有鱼 有时候有鱼 有时候有肉 然后它青菜的颜色都配得很漂亮 都是一定有青菜 还有等于是至少 它三个青菜里面是都不一样的 行动不变的人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我这样送餐的话 他们中午不用再拜托 或是去请那个什么部分大埋 好 切鱼片 斜斜切切 切大片也没关系 余慧请来大厨 教导婆婆妈妈们 如何做料理 全部的食材都用来自弹 你先把它切成片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注意鱼刺的问题 要把鱼刺去除干净 好 杀的时候刀工就是稍微要注意说下刀在哪里 我比较不会煮 然后后来来这边上课 就觉得他老是这样子料理很简单 对我比较不会煮的人来说是 我可以接受很简单 就是说它简单又好看又好吃 因为我们有跟他学做 渔村人口老化严重 年轻人纷纷外出打拼 基隆区渔会推动绿色照顾 邀请营法长辈走出来 动动脑 动动手 这一堂缝纫课 平均年纪超过75岁 很久没做过 现在做出来 可以自己穿 就二三十年都没做 现在再做了 蛮有成就感 这么样大家才会有计合力 你没有的话 你自己在家一个人 绝对不会想要弄 你有疫情的话 就比较有那个动力 这个要用脑筋 一公分钟就要到这里 我们要纯差两三公分钟 这样好 来 我大家都这样 这样 比较不舒服 反正动动手 动动脑 大家都不会什么都不会老 就是要这样有这个精神 因为他们的先生都是出港 出港或是年轻的时候 他们都很辛劳 所以说渔慧提供了这些活动 给热铃的 热铃 他们属于热铃 像不是头发白白的 热铃他们也是很 就是让他们手动动手动动 动动 谢谢像你 那就是你爷爷 你说不是什么 这不是我 对啊 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一会开办皮雕课程 这一天 长者玩得好开心 你用心的做一件事嘛 把事情做好 然后心里就觉得很快乐 像成品做好了 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每个就是像我们这种 中年之后的退休的人 就是每天都要走出来 然后认识朋友 大家认识互相交流亲得 都会跟他们讲 捏紧捏紧 捏紧有一点点 其实他们力道就会出 我说没关系 你们捏扁他 我们待会捡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把它翻证 所以我觉得说 你会办的这个课程 是非常好的 可以训练到老人的 肌肉发展跟头脑发展 基隆 高龄化的比率 已经位居全国前三名 政府长周上路 虽然易住经费 但对渔村长辈们来说 唯有不断学习 才让他们更快乐 其实以前的渔村 这叫阿公阿嬷 在家里就是看看电视 如果下雨没有出门 就待在家里 自己坐在那边 虽然可能也住台北去的 外县市去的 自己都比较孤单 比较无聊 所以我们用心去做了很多计划 还比说打鼓 还比说做衣服 拨毛线衣 还有皮雕 各方面我们想 我们就是想让他动 你知道阿公阿嬷打鼓多好玩 他们多高兴 虽然打得 但是那种心情 脚动手动一起来 他们感觉都很新鲜 让他们的活动力增强 不会像一个人 孤孤单单坐在家里 也没有什么 能跟他讲话 人一多 话就多 而且话当年 话童年 以前渔村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都会聊起来 而且出来走走 对他们来讲 身体上 尤其这种天气 又冷 又缩在家里 又没有人讲话 那我想心情上 都比较不会那么开朗 如果像这种夏天 带他们出来 以为这边有个大教室 大家在那一起 感觉不会冷了 话又多了 心情也放开了 什么事情都好做 传统于村长者 大半辈子奉献给台湾渔业 后半生 要如何照顾他们 光依赖政府的长照 恐怕明显不足 旧去会推动绿设长照 就近关怀与村长者 让他们有归属感 也乐于接触人群 勇敢学习 记者黄少民蔡小军采访报导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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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